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 作为地理名词的蒙古 在历史上几经变迁 但都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其莫名初小学国文教科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国地形如秋海堂叶 出渤海如叶之静 西至葱岭如叶之间 各省及藩属何为全叶 而今天呢 墙内的中国地图已经变成了一只大公鸡 缺失的部分呢 就是已经独立的蒙古国 面积相当于43个台湾 按照中共宣传机器的说法呢 那是因为中华民国蒋介石政府 出卖国土造成的 但是这并非事情的全部真相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追寻历史的脚步 还原历史真相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前 先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实惠 又安全的VPN Surfshark VPN 它不仅能够保护我们的隐私 还能够解锁全球流媒体平台的 影视资源和新闻资讯 比如你在亚洲呢 可以看到加拿大 Netflix上的影视资源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可以在网络上 自由安全的冲浪 一个账号可以无线设备使用 您可以点击我的专属链接 或者是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威语KSJ就能够享受17折的超级优惠 而且订购两年计划免费送三个月 Surfshark VPN还承诺30天内无理由退款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清初 蒙古分为 墨南 墨北 墨西和朔特蒙古等部落 墨北被称作是卡尔卡或者是乌里亚苏台 到了清末 墨北和墨西采用外蒙古作为通称 早在17世纪 沙俄就开始垂涎中国 不断地在边境制造事端 被康熙大帝打败之后 沙俄被迫跟清政府签订了边界平等条约 明确地界定了中俄两国的边界 后来又签约划定了蒙古属于中国 不过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 伸展到了贝加尔湖一带 之后近200年的时间里 沙俄一度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幻想 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东欧和西亚 直到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才再度将注意力转向东方 利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面临的困局 大肆侵吞中国的领土 尼古拉二世登基以后 沙俄制定了一个更加疯狂的清华战略 黄俄罗斯计划 企图把新疆中俄边境的乔格里峰 直到远东海港海深外 连城一线将县北的外蒙 东北三省新疆绝大部分地区 以及内蒙的大部分地区据为己有 1900年的7月 尼古拉二世利用八国联军清华的契机 悍然出兵十多万 分五路入侵东北 很快就占领了全境 烧杀抢掠 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 而吞并东北也一直都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果俄日两个列强围绕着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控制权的争夺 大打出手 日俄战争持续一年半 日本以举国之力打这场战争 沙俄惨败 在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涡旋之下 日俄两国在一座美国小镇 签署了普次茅斯条约 正式结束了这场战争 沙俄将中国东北以及朝鲜半岛的所有权 转让给了日本 并且割让了南库业岛 尼古拉二世野心勃勃的黄俄罗斯计划就此破产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 引发了多米洛骨牌效应 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 大清帝国土崩瓦解 不甘心在东北和辽东半岛失败的沙俄 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经到了 一方面煽动外蒙古分裂势力宣布独立 另外一方面大批的发放武器 准备制造外蒙和新疆独立 一年之后沙俄 胁迫蒙古委政府先后签订了俄蒙协定和商务专约 确立沙俄对蒙古的实际统治 外蒙从此落入了沙俄手中 沙俄利用袁世凯政府内外交困 订立了中俄声明 虽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 改蒙古独立为自治 但是规定中国不能在外蒙驻军或移民 沙俄却可以 蒙古事务需要两国协商解决 外蒙事实上依然是在沙俄统治之下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 苏共推翻了沙俄的统治 失去沙俄这个靠山的外蒙伟政权 只得转身回到了中国的怀抱 为了避免被苏共占领 民国段祺瑞政府决定出兵外蒙 派晚戏将领徐树珍率兵进入了库伦 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取消外蒙自治 1919年11月外蒙重新回到了中华民国之下 可是好景不长 没有几个月段祺瑞政府就下台了 徐树珍被通缉 外蒙局势再次陷入动荡之中 以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为首的民族分裂势力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蒙古人民党 也就是蒙共 又成立了蒙古人民军和苏联红军一起 占领了库伦城 建立了由伯克多汗任傀儡君主的 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中国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 但是苦于军阀混战 以曹昆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 只是发表了措辞严厉 但是并没有实际效果的声明 苏共于是挽起了两面手法 一方面派重兵驻守外蒙 另外一方面和北洋政府签订中苏协定 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刚刚成立的中共秉承苏共的旨意 支持蒙古独立 李大钊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 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支持苏军驻兵外蒙 1924年乔巴山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 制定仿苏宪宪法 规定亲苏为不可更改的国策 允许苏俄驻军 改库伦为乌兰巴托 也就是红色勇士城 但是并没有得到除了苏联以外的 任何国家的承认 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之后 苏俄要求他承认外蒙独立 蒋介石回电 言辞拒绝 并且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 回归中国 第二年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 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 苏军不愿意搞大事端 宣布撤出外蒙 中国军队也没有再进入外蒙 同年 国民政府在行政区域上 将外蒙改为蒙古地方 1931年底 中共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主张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 承认各弱小民族 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 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的 可以拥有完全的自决权 加入或者是脱离中华苏维埃联邦 或者是建立自己的自治区 今天我们再来对照中共的这个大纲 是不是台湾和中国几十个民族 想要独立的话都名正言顺 有据可循了呢 此后蒋介石忙于南方的剿匪和中日战争 无暇顾及外蒙事务 乔巴山趁机做大 甚至和满洲国签订了边界协定 可以说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 外蒙古实际上就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 抗战初期 苏联处于日德同盟的夹击之中 迫切需要中国来拖住日本 稳定东方战线 曾经一度援助中国抗日 但是赤化和分裂中国呢 一直都是它的重要战略 又和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内容是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苏联也承认满洲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的时候 美英在1945年的亚尔塔会谈中 要求苏联出兵帮助打击日本 这正纵了苏共的下怀 面对战场上的日军节节派退 此时不出手 东亚将会全部变成民主国家 苏共的红色野心将化为泡影 而且中国有机会进入一个和平发展时期 中国强大以后 必然妨碍苏共继续占领外蒙 于是苏共提出条件 要继续维持外蒙的所谓独立 要控制大连 旅顺和东北的铁路权 英美为了减少伤亡 及早结束战争 在中国政府缺席的情况下 同意了苏共的无理要求 蒋介石对外蒙独立表示无法接受 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抗议 两个月之后 罗斯福就死了 新上任的杜鲁门 为了让苏联出兵 依然坚持雅尔塔会谈的内容 蒋介石只好派宋子文和蒋经国 去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 结果可想而知 谈判一直拖到八月都没有进展 八月六号 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 此时盟军其实已经不需要苏共出兵了 斯大林却坐不住了 尽管还没有达成协议 他仍然紧急出动了百万苏军进入东北 击溃日本关东军全面占领东北 苏共此举显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日 而是赤裸裸的抢夺势力范围 蒋介石在他8月9号的日记中写道 如果不同意苏共的无理要求 苏共会继续占据东三省 并且加大力度扶持中共 斯大林甚至威胁要将内蒙也化入外蒙 成立一个独立的大蒙古国 如果答应苏共的要求 作为交换条件 就可以逼苏共撤出东北 保证尊重新疆主权 并且不支持中共 蒋介石想 只要赢得和平发展的机会 几十年后国力强盛之时 蒙古尚有机会回归 无奈之下 民国政府和苏共双方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蒙古举行全民公投的基础上 只要民众愿意 中国将承认其独立 苏共则承诺 尊重东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 不援助中共 1953年 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宣布不承认蒙古独立 并且忏悔当初的决定 他说 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 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 但我本人仍然愿意负其全责 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 或有确保战国 争取建国的机会 这是我的责任 亦是我的罪迁 蒋公最大的错误 在于他相信了苏共的承诺 他当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 谎言是共产党的特制和发家手段 苏共也并没有遵守承诺 而是在背地里继续扶持中共 当时的东北有发达的工业 生产总量超过日本本土 苏共进入东北之后疯狂的洗劫 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拆运回了苏联 然后违背条约 把日军的数十万的枪支 数千门大炮以及弹药 无数的不皮粮食 二十万满洲国军队等等 悉数都交给了中共 在苏共的支持下 中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并且以此为基地 最终窃取了政权 外蒙古举行了所谓的全民公投 在苏共占领军的监视和操控下 结果可想而知 当时如果投票人数不到一半 将设为无效 因此清苏委政府 就把每个人的编号缺席者 由政府代为签字同意 甚至一些驻蒙古的苏军 也参加了投票 最后创造了50万人口 百分之百赞成的荒唐的公投 日本投降已经三个月 苏军却并没有从东北撤军 在西部 苏联和中共策动的新疆三区叛乱 还没有完全平息 万般无奈之下 民国政府发出公告 有条件地承认外蒙古独立 随后苏联才从东北撤军 面对苏联违约支持中共 蒋介石政府于1946年底 把蒙古 西藏都写进了新宪法 退到台湾以后 蒋介石于1952年一旨诉状 告到了联合国指责苏联违约 要求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联合国确认苏联违背了条约的规定 裁定条约无效 只是此时的民国政府 早就已经无力收复外蒙古 人民日报在1949年8月 发表中共御用文人郭墨若的文章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 按照这篇官方的社论 中共恨不得苏军也能够像占领蒙古一样 更早地占领中国 中共窃权以后不到几天 就急不可耐地承认外蒙古独立 毛泽东宣布与蒙古建立大史籍的外交关系 当时全世界只有苏联和中共和蒙古建交 还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去掉了 中共还多次公开发行邮票 庆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 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党史专家黄华的社论 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 毛泽东在接见蒙古大使的时候公然称 亲政府对于蒙古拥有的主权是一种侵略 还派周恩来去蒙古主持主权移交仪式 同年中共和蒙古交换地图 勘定边界 中共为什么支持外蒙古独立呢 真的是尊重民族自治吗 看看现在中共对待新疆 对待台湾的态度就知道 那只不过是一个交换条件 为了稳固他们的政权而给出的筹码 外蒙古大部分地区属于独立后的蒙古国 但是唐鲁乌良海地区则被并入了苏联 1955年 苏共以同意西班牙 日本等国加入联合国 作为交换条件 谋求蒙古加入联合国 美国只好做蒋介石的工作 艾森豪威尔致信蒋介石 试图说服他 蒋介石回信 指责美国应该为外蒙古独立负一定的责任 艾森豪威尔再次致信蒋介石 警告他 如果滥用否决权 将违背安理会大多数成员的意愿 被激怒的蒋介石干脆就没有回信 而是在第二天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 正式宣布对外蒙加入联合国投反对票 民国政府果然在联合国对蒙古入联投了反对票 这是民国政府在联合国期间投的唯一的一次否决票 作为报复 苏共随后就否决了日本等国的申请 1961年 苏共纠结一些非洲国家再次谋求外蒙加入联合国 当时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 被中共收买的非洲国家因此支持中共加入联合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投否决票就相当于是民国政府自决于联合国 若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 那么中共毕竟会趁虚而入 最终外蒙还是会入联 美国肯尼迪政府非常紧张施压民国政府 历经数月的外交交涉 民国政府只得同意不否决蒙古入联 而美国也不可以投中共的同意票 作为交换条件 肯尼迪第一次公开声明美国坚决支持中华民国政府 并且在中共国入联的问题上提高了门槛 也就是要三分之二多数赞成票才能够通过 肯尼迪还承诺如果任何时候 美国的否决能够有效地防止中共进入联合国 美国将使用否决权 1961年10月 民国政府没有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投票 外蒙古得意入联 在独立的路上又走远了一大步 30年后世界格局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改名为蒙古国 宣布放弃社会主义 结束一党专政 今天看来或许蒙古因此而避免了被中共统治的厄运 之所谓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现在中华民国的中国版图依然是一片秋海棠叶 依然包括外蒙古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